截时期画面中停车场里有一辆休旅车慢速倒车 看起来技术不佳 突然间往前爆冲撞上了前面一辆车 并且挤到了其他两辆汽车 或许因为太紧张了 休旅车紧接着快速倒车又撞上了后面两辆车 之后在加速离开时转弯角度不足 又撞坏了一辆车的前保险感 原本以为事故就此结束 不料这辆休旅车在右转时继续撞上停在路口 让他先行的车子 警方表示肇事者是一名92岁的老先生 他向警方表示自己因为误采油门无法控制车子 在停车场里玩碰碰车 老先生的雷浦行径让人看了直腰头 除了后续许多赔偿事宜要处理 监理所也决定要重新检视老先生的驾照资格跟记录 看来短时间内他再也不能开车上路了 记者综合报道